他想辦法再說的時候 但是問題就是大家越理解 就越不相信 第一個 是誰告訴你 第二個 他搬進來了 而且你們還住得滿愉快 而且還吃早飯 而且還一起回家 而且還一起出門 然後當問到最後的時候 就說原來這個房子是顏女士的 然後後來又說是 顏女士跟別人買的 但是後來又說就一個人的產權 我們一般來講買房子 就很少這樣做 連家族的自己的人買房子 我們都很少說 假設兄弟一起買房子 只用哥哥或是弟弟的名字 其實這個都不多見了 更何況是朋友間買房子 然後共買 然後說用一個人的房子 一個人的名字 這不太合理 因為共有產權 共有產權基本上 一定要經法律認定 除非他們彼此之間 有在另立契約 然後這個契約 也要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找律師公正的等等 所以當越想辦法去圓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說 那個破綻漏洞就越來越多 就有點怎麼樣 越講越不清楚 都不行了 到最後大家都不相信 不相信的時候我們就 到最後就看到說 8000塊錢貴的時候 這個對我們 實踐大學的學生來講 或是對政大的學生來講 他就受不了了 因為在大直這個地方的話 8000塊大概只能住在 租到地下室 真的 以前還可以說 住個什麼單房 雅房 跟人家共用微浴的 現在很難 不相信那個 他那個8000塊如果要出租 我敢保證我們學校 有不少學生會願意去出租 因為他那邊也算是市中心 對 市中心 而且是新的房子 而且8000塊 然後你 所以這個一定是人情價 但是你又嫌貴 這樣對於人家來講 就太髒了 不過我倒覺得 我對NCC真的有意見 是 NCC 因為王定宇是拿我們人民納稅錢 他是人民養的 公樸 然後第二個他有對於重大法案 對法案有參與決策權 然後他又可以 語文之要 機要權 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 然後不受媒體報導 媒體故意不報導 而NCC不講話 新聞的比例不對 可是NCC當初在很堅持的時候 就是新聞的比例原則 他非常堅持這一點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去注意到 你NCC在這一點上 如果你沒有堅持 你沒有堅持對於 這個事件的報導 不符合新聞比例原則 你NCC本身的合法性 正當性跟存在性就有問題 所以我這邊強烈要求 我們這邊唯一有權力的人 就是育政 你們無論如何 你應該要動員所有 有良知的 有血性的 然後主張新聞自由的 一定要把NCC廢掉